Hello,大家好,我是一根热爱电影的老条 本期带来高分丧失局《王国》第二季最终掌 上期讲到最大boss赵雪舟惨遭王妃毒手 王妃利用抢来的男孩登上最强宝座 现在唯一可以和他抗衡的只剩下世子 那些投靠世子的士兵家人被关押 世子该如何解救身处活害的百姓 本期王位归属大战即将开始 最新故事一开始 一位投靠世子的将领独自仰望着皇宫 眼神游离不知所措 塔头摸的流进了毒城 看着眼前因为自己而被捕的妻儿 心里很是愧疚 出行场磨刀声沙沙作响令人胆寒 将领找到宫廷大臣 将他们透露世子等人在城外书院的消息 恳求大臣放过自己的妻儿 王妃得到消息之后 立马派出自己亲信守卫 大批人马包围了书院 一顿乱箭瞎射 他们才发现自己被骗了 世子故意让将领假意投降 给对方放出假消息 吸引王妃的兵力跑出城外 同时拿着王的兵力找到忠臣 让他知道赵学咒阴谋的前因后果 忠臣掌握公廷圣语的兵力 他明白了一切 带着自己的人投靠了世子 随时世子已经带人冲出独城 马上下令所有的城门封闭 阻挡王妃手下进城 那些即将被处斩的无辜人 赵藩巴大喊着王妃的手遇 最后的处斩始终说不出来 他虽然是赵氏家族成员 但是内心并不坏 他懂得基本的黑白道理 无论无核 他无法下令伤害无辜 关键时刻世子赶到 赵藩巴立马跪倒在地 世子就像救世主般 拯救百姓于水火 他愿意放弃家人 追随世子的身后 但是御营厅的所有部下 弃暗投明 王妃最后的王牌也消失殆尽 宫廷内部大臣得知势力不在 全部跪在地上迎接世子 痛哭流涕 说自己是被赵学舟给逼的 奸华程度令人发指 王妃知道自己已经无力回天 早已穿戴整齐 坐在王座之上 等待世子的到来 即便已经输了 她的嘴上依旧不饶人 痛骂世子不知道礼仪 自己是她的母后一辈 竟然不知道下跪 亲手杀害自己身为父亲的王 还企图抢走母后的王位 在她看来是大逆不道之行 相比之下 王后也不是什么善类 为了王位残好那么多孕妇婴儿 亲手毒害父亲 下手狠毒不压于世子 世子回骂 肇事家族登不上王位 不是其他原因 而是忘了坐上宝座的职责 王以民为本这个基本道理 王妃如果不亲自下来 世子的手下会以暴力来执行 王妃丝毫不害怕 最终的杀手锏将会毁灭一切 亲戚手下知道没有翻盘的机会 拿着钥匙打开了关押丧尸的地牢 英女也趁此机会逃了出去 等她出去的时候 外面早已哀鸿遍野 到处都是惨烈的喊叫声 原先的大臣难逃惩罚 沦为丧尸大军的一员 一女慌张地跑向世子 大吼着瘟疫扩散 王妃最后的计划就是 她得不到王位 其他人也不能得到 所有人都要跟着她一起陪葬 世子立马下令 关闭所有宫门 目前有战斗力的食品 跟她一起杀敌 不管丧尸曾经是大臣还是贵族 一律将偷砍下才行 士兵的速度比预想的还要快 宫廷本就比较小 而且封闭 里面的侍从比较多 密度大 传播起来相当迅速 短短一会儿的功夫 宫廷遍布了丧尸 有些比较幸运的人 比如这位正在毛坑 面对突然来袭的丧尸大军 毛坑成为他活下去的唯一希望 其他的人就没有那么幸运 负责看管历代君王画像的侍从 还没来得及收起来画作 便成为丧尸 世子带人加入惨烈的战斗当中 鱼鹰大将不愧是高手出身 战力值非常高 刀法剑法样样精通 鱼鹰天的士兵战斗力也非常强 即便如此 他们还是无法抵抗 忠臣也不幸在战斗中牺牲 世子等人面对数量庞大的丧尸 陷入束手无策当中 天色逐渐暗了下来 形势正在逆转 丧尸大军突破宫殿防线 王妃没有丝毫害怕 也是令人惊讶 为了王妃 性命都可以不要 丧尸都冲到眼前 依旧面不改色 他沦为丧尸大军中的一员 一女轮起火把拼命抵抗 为了救下婴儿 一女裹起来点燃的衣服 冒着被咬的风险冲出包围 另一面的世子陷入了僵局 门外的丧尸将他们团团包围 他想到宫廷之中有一个小湖 丧尸怕水 只要引他们到水里就可以获胜 剩下的士兵全部爬上房顶 割上手掌用鲜血来吸引丧尸 丧尸闻到血的味道 全部聚集在一起 战斗中 一些倒霉士兵不幸坠落 成为丧尸的盘中残 战况惨烈程度超乎想象 后面的丧尸穷追不舍 少不留山就会丢失性命 等他们赶到小湖时 兵力所剩无几 水面由于气温 现如今结了一层厚兵 连火枪都无法穿透 手下一个接着一个倒下 士典内心非常焦急 不留山便被丧尸咬了一口 其他几位也难逃恶口 士典用拳头猛击兵面 可还是没有任何动静 眼看就要全军覆没 士典利用一个体型庞大的丧尸 猛烈撞击 终于在兵面砸出一个洞 紧接着整个湖面破裂 丧尸大军无一幸免 全部落入水中 士典等人在未成为丧尸之前 落入水中 突然间从他们的伤口中 跑出来几条虫子 他们几个是最幸运的人 逃过了成为丧尸的厄运 第二天一大早 士典打开了宫门 宣布都城一战胜利的消息 下令调动都城所有兵力入宫 将那些落入湖里的丧尸拖出来 挨个砍下他们头颅 以除后患 大臣建议 当下对付其他地方的丧尸并不打紧 首先应该解决掉王妃留下的孩子 如果不除掉 赵氏家族曾经追随着肯定会找事情 并且孩子活着 士典没有办法登上王位 在这沉重的心情 士典找到抱着孩子的义女 这个孩子也被咬过 不过被义女及时放到水中 逼出他体内的虫子 面对士典的杀亲 义女劝告他 当初是你让我进宫保护孩子 而且你也说过不想再让任何人流血牺牲 请不要忘了你的初心 不要因为王位迷失了自我 成为和赵氏家族一样的人 士典最终没有下得了手 他承认孩子是唯一的王 自己主动放弃王位 沦为一切浪科 夏令在史书记载 就说士典在战斗中死亡 永远消失在世人的记忆当中 士典这么做其实是经过深思守虑的 帮发瘟疫之前 他是一个权力追逐圈的小白 经过一系列事情 他成为丛林之王 他明白权力之间复杂的关系圈 成为王不是简单轻易的事情 如果他解决眼前的孩子 士典登上了王位 但他并没有绝对权力 赵学舟曾经的手下掌握一些城市的控制权 他们很有可能起兵谋反 到时士典不禁要面对丧尸大军 好对抗来自人类同族的残杀 那些无辜的百姓再次跌落活海 变成权力角逐的牺牲品 即便士典能够消灭叛逆者和丧尸 大战结束 整个王国还能剩下多少活人 只有和他所说的以民为本相违背 谁能够成为王无所谓 重要的是这位王是不是明君 只要在位的王做他该做的事情 王国才能繁荣长盛 年轻的孩子当上王 赵学舟的势力肯定是此效忠 王国活着的人便可以同仇抵开 即合全国之力对抗丧尸 这样活人胜利的机会更大些 不得不说世子是一位明君 心系天下不为权力迷昏头脑 三个月之后天气变暖 所有的丧尸失去了行动能力 士兵出动找寻 即刻在一起烧掉 残烈令人可怕的丧尸大战 终于宣告结束 转眼七年 曾经的婴儿已然成为半大的孩子 当初留下大臣忠心辅佐 王国以和平的状态恢复成绩 赵藩巴继承家族势力 位居王国的丞相一职 和赵学舟不同的是 赵藩巴是位忠臣 一天再回家之际 他遇到多年未见的永信 两人相谈甚还 永信感谢赵藩巴 为王国带来的繁荣 同时主要来的目的是传达一些信息 丧尸大战已经过去很久 世子和义女等人并没有放弃调查 义女整合所有资料 写下一本日志 里面记载关于丧尸的基本信息 丧尸由赤字草让死人复活变成 草阳上的虫软 能够控制整体天骨 复活的死人失去理智 感受不到痛苦 只探求活人的血和肉 被死而复生的人咬到 虫子进入体内 但不会成为丧尸 若活人物食死者将会得到感染 从此使起 被咬的人将会成为丧尸 如果被咬之人在死前入水 逼出体内的虫子 就不会成为丧尸 婴儿由于天骨没有发育完全 所以并不会失变 虫子喜好寒冷 惧怕高温和水 以上就是生死草基本特性 然而有一些问题尚未理清 虫子害怕高温和水 但是为什么经过大锅主的水 它们依旧具备传染性 生死草藏着更大的秘密 永信带来狮子的口信 让它不要放松警惕 狮子已经在其他地区找到生死草 它们遍布全国是有人专门培育的 养殖的人声称 它们在外经生时 见到这种草药 觉得可以赚钱便种了起来 它们很了解生死草的特点 还知道使用方法 为了调查更清楚 狮子前往更遥远的北方地区 在一个偏僻荒废的村子里 它们再次发现生死草的松迹 随着荒论的铃铛声 黑夜中冲出丧尸 现任王的伤疤上 一条虫子蠕动 一个冒着光链的屋子 传来丧尸和铃铛的声音 几个大圣子里面关押着丧尸 神秘女子惊陷于尸 秘之一笑暗层杀鸡 王国第二集故事到此结束 故事远远还没有结束 从第二集结束分析 衣女并没有完全掌握 生死草的药性 务方大胆猜测一下 生死草的幼虫 很有可能不怕水 并且也不惧怕高温 它们寄生人体 等待合适的机会成长 七年前 那个孩子没有发育完全 七年之后 孩子长大 为虫子成长提供条件 也能够解释 为什么经过烹饪 幼虫依旧不死 最终出现的神秘女子 随身携带铃铛 身背大砍刀 盾牌 穿着和世子完全不同的服饰 他很有可能 是专门以猎杀丧尸 为职业的猎人 也有可能是刺响者 不管怎么样 导演再次留下了伏笔 勾起观众的好奇心 本来说好第二集完结 现在看来 可能要拍出好多集 说实话 本片看得很过瘾 缓缓相扣 剧情紧凑 和某些动不动 就四五十几起步的 电视剧比起来 只有播剧 简直不要太优秀 推荐这部剧 最重要的一点 本片没有爱情故事 和那些啥剧情 都能和爱情扯上关系的剧 真的是看得够够了 本片非常值得一看 紧张刺激一点都不少 好了 王国第二集故事 介绍到此结束 我还是建议大家 亲自看一下原片 会有不同的认识和见解 喜欢点击订阅关注 持续更新不见不散